我是在不同的信仰中长大的 除了死亡和谋杀以外 并不充分明白 什么是罪 我曾经是个恶霸 坚持按自己的方式 去做一切的事 我常常无缘无故的伤害别人 我有这种野心 想要变得更加出名 有更多的钱 于是在高中 我卖色情资料 染上了毒品 加入了黑社会兄弟会 有一次我在校内买了一把枪 那本可以导致我被开除 因着这次事故 我被转到一间基督教学校 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基督 但尽管如此 我会仍然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到我该上大学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笔大学的奖学金 我选择去一所 我知道会有很多女生的学校 我甚至同时 有四五个女朋友 来自不同的学校 上大学时 一位大学校友 邀请我去一个朋友的家 吃饭 我感到很惊讶 因为我们去的是一个富裕的村庄 当我们种吃的时候 我的朋友和家主 离开了几分钟 他们回来后 当我们要离开时 家主给了我一些钱 我感到很惊喜 告诉我朋友说 以后我还想来 因为不仅有美食吃 而且有钱拿 家主让我朋友问我 有没有兴趣轻松地赚钱 我的朋友说 我只需要躺下 让这个男人在我身上 做他想做的事 这样我就会有钱作为回报 我试了一下 赚的钱还挺可观的 于是我想 为什么不干呢 对我而言 这只是一份工作 让我能挣更多的钱 于是我接受了 尽管我对男人 不管兴趣 有一次一个朋友 邀请我参加CCF的 主日崇拜 刚开始 我们总是会晚到 只赶上礼拜的末尾部分 但是因为我开始感到好奇 我问我们能否早来 以便能够享受整场讲道 我也非常有兴趣参加一个门徒小组 我在网上提交了申请 并很快被分到一个小组 主开始通过他的话语跟我讲话 在2012年 我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 上帝打开了我的心眼 让我明白了有关敬拜的真理 告诉我该怎样 用我的身子来荣耀他 骂人使我开始感到不安 不久以后 我就完全停止了 我不道德的生活方式 主通过提摩太前书 六章十节跟我说话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当中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悟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主用这些经文来指出 我的那些不敬虔的贪欲 只是我要追求心灵与身体的圣结 我开始对上帝的话感到饥渴 我有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的热情 我如今似刻地读圣经 就像我的生命必须倚靠它 我曾经觉得查经会很无趣 举手送赞神很奇怪 但不久以后我发现 那是喜乐与安慰的泉源 有些朋友甚至问我是不是疯了 因为突然之间除了耶稣 我啥也不会讲了 我想要有更多的基督徒朋友 于是我祈祷 并且自愿参加交通团队 单身事工和体育事工 正是在这里我找到福事的喜乐 我的门徒小组长也鼓励我 开始建立我自己的小组 我刚开始有许多的借口 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 我现在正领导着七个男人赞美上帝 因着上帝转化生命之功 人们开始看到我在基督里 已经变成了怎样的人 我开始更加大胆而坦诚地分享这些信仰 特别是主如何改变了我的生命 我说拿单桑托斯 我现在过着定义跟随主的生活 并且愿意终生讨祂的喜悦 愿荣耀给一个上帝 各位我们再继续讲 真理在我们生命中很重要这个系列 上周我们讲了传福音的菲利 讲了他是如何充满热情的分享福音 本周我们要进入使徒行传第九章 我们要看上帝是如何转化生命的 今天有一个主题思想 就是要经历上帝对于生命的转化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三十一节 我将这一章分成了几大段 以帮助大家明白 我们会先看扫罗是谁 扫罗本人在转变信仰成为耶稣信徒之前的状态 有什么事临到他 扫罗和耶稣在路上的相遇 扫罗和亚拿尼亚欢迎他进入大马士哥的教会 扫罗和巴拿巴将他介绍给耶路上的信徒 我们来看扫罗的生平 扫罗是谁呢 好你们知道他是保罗对吧 他最终成为了保罗 保罗是谁 保罗在我看来仅次于耶稣基督 对我们的世界为上帝造成了重大影响 他写了新约中的十三卷书 耶稣基督一个了不起的跟随者和护教者 但他并非一开始就是保罗 在他成为保罗之前 他说扫罗 那么扫罗是谁 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已经介绍过扫罗 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来看扫罗是如何出场的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中 我们一起来读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谁 斯提反 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 名叫扫罗的脚前 所以扫罗第一次出场 是在斯提反因实行而丧命的时候 实际上是扫罗导演的这一幕 他们将衣服放在他脚前 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继续扫罗 也喜悦他被害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 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 使徒们停留在耶路撒冷 其他人都分散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看到 非力去到了撒玛利亚 这是我们上周所看到的 这大逼迫是谁领导的呢 是扫罗 扫罗却残害教会 进个人的家 把这男女 下在间里 残害这个词 就像是你抓了一头野猪 把它放进了你美丽的花园里 这野猪会对你美丽的花园做什么 它会毁了这园子 这就是扫罗所做的事 扫罗特别恨基督徒 他出来 要毁灭他们 请看这里 现在看第九章 所以我们看了第七章 第八章 现在看到哪里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 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 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 带到耶路撒冷 所以在第九章中 保罗的思想状态是怎样的 跟第七章和第八章相比 有什么变化没有 看到斯提反受实行 看到斯提反的脸面像天使一样发光 说出这样的话 赦免他们 说我看到耶稣在上帝的右边 那有没有改变保罗 或者说扫罗的心态呢 根本就没有 他仍然敌意十足 并且像过去一样恨基督徒 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当你看上帝如何转化生命 你绝不会想到扫罗是能够被上帝所改变的人 请看这里扫罗如此自述 扫罗说我原是犹太人 你们知道扫罗转变改信基督 见使徒行传第三个部分 路德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分别在使徒行传第九章 第22章 第26章都有写 所以这是扫罗的自述 这是他的答辩 他在犹太人面前为自己辩护 他这样说 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基督家的大树 长在这城里 在加玛列门下 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 热心侍奉神 像你们今日众人一样 我们在这一节中聊聊的有关扫罗什么 他的老师是谁 加玛列 你们记得加玛列吗 之前在使徒行传中提到过他 那时加玛列是最有名的老师 扫罗受过高等教育 他上过当时前三名的大学 他是如此的忠于他的宗教 他如此的热心 当这些称自己为基督徒 真道的人 相信耶稣的人 谈到耶稣是上帝 是上帝的儿子 他接受不了 他恨恶他们 他很生气 充满着敌意 他想尽一切办法 要扑灭耶路撒冷中的这场运动 但是基督徒四散开来 他以为自己可以抑制他们 但他们开始分散开来 上帝使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 甚至是逼迫 所以当他们分散的时候 保罗说 我现在需要从宗教万领袖那里得到许可 这样我就可以去大马士革追捕他们 萨罗说 我自己以为 这使徒行传第26章 我应当多方攻击 拿撒冷耶稣的名 在各会堂 我屡次用行强逼他们 说亵渎的话 又分外恼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直到外邦的诚意 你们知道 事后看来 如果你在耶路撒冷 遇见过保罗 知道他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 会成为信徒 但是事后来看 如果你告诉扫罗 扫罗在你去的路上 会发生某些事情 你会成为耶稣的信徒 你们觉得扫罗会说什么 他会笑话你 他会觉得 那是最荒唐的话 因为他是如此的反对耶稣 这给我们显明什么呢 这给我们显明 要想经历上帝对人的改变 这真的是上帝的恩典 因为扫罗甚至都没有寻求耶稣 他出去是要摧毁耶稣的跟随者 但是上帝在寻求他 上帝是进来干预的那一位 在拿丹的故事中 是什么导致拿丹成为了耶稣的跟随者 是他生命中的许多事情 但最终是耶稣自己不放过拿丹 是什么使得你成为基督的跟随者 是上帝至高的恩典 是他进来干预 耶稣是怎样在扫罗的生命中干预的呢 你们看 我喜欢这故事 因为扫罗是一个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故事 比我们大多数人的更具戏剧性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原则 我们可以学到上帝是如何转化我们的生命的 通过扫罗的故事 那是我们要看的 我们来看这故事 《使徒行传》九章三节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 我们在这暂停一下 大马士革离耶路撒冷约150英里在北边 那是大约要走六天 当他到大马士革发生什么事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那是一天当中什么时辰 我们不知道《使徒行传》第九章并没有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 那是保罗的字数 他告诉我们 我将到大马士革 正走的时候 约的什么时候 上午 在马林拉是不是越来越热了呢 哦 是的 为着热量感谢主 但是天气很热 在中东 你们觉得中午会不会更热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太阳在中午是最明光照耀的 对吧 所以这是在中午很热 阳光灿烂 但是有某些东西更加明亮 约在上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 四面照着我 发生了什么事 扫罗正在赶路去执行任务 在他的人生旅途当中 上帝进来干预了 他向他显现 他就是那大光 耶稣就是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九章四节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这经文向你显示了什么呢 扫罗当时正在逼迫耶稣吗 他正在逼迫耶稣的跟随着 但是请看耶稣如何与他的百姓相认同 这是不是很美 耶稣说 你为什么逼迫我 当你来信了基督 当你经历上帝对你生命的转化 你就被迎进上帝的家里 你就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所以不管你今天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样的试炼 你并不孤单 耶稣与你同在 耶稣告诉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我们来读 主啊 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当扫罗看见那大光 这光使他屈膝 他倒了下来 他能看到那光很强烈 他能见到一些东西 因为后来圣经告诉我们 那是耶稣向扫罗显现 我想让你们想象你们自己 现在就是扫罗 你如此坚信 与耶稣有关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你称耶稣为骗子 你称门徒们是傻瓜 你非常坚信 他们正在摧毁你如此忠于的宗教 那是你人生的使命 突然之间 你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 你看见了大光 你问主啊 你是谁 那声音回答说 我是耶稣 就是你正迫害的 那一位 他可以看见耶稣 你会怎样 你们知道扫罗知道旧约 你们同意吗 因为他是一个法利塞人 如果你看菲利比书 他说 我是一个西伯来人中的西伯来人 来自汴亚敏之派 他知道旧约 他知道旧约预言了一位弥赛亚 旧约预言了一位弥赛亚 但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否认他 突然之间他跟耶稣 正面撞上来 扫罗说了什么 他跪在地上 你们看 生命的转变 从上帝的恩典开始 对吧 如果你看你自己的人生之旅 你看扫罗的旅程 他亲身遇见了耶稣基督 扫罗或许比你所经历的 更具戏剧性 但是我告诉你们 扫罗所经历的 现在中东的人也在经历 不信耶稣的人 现在见到了耶稣的异象 我问过那些牧师 因为我跟父亲曾经在那里 当时我们正跟中东的牧师们谈话时 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异象 他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异象呢 他们说那是一道明亮的光 有些人见到了 那是他们不知道是耶稣 但看上去像一个男人 他们所听见的话是 我就是道路 所以扫罗有这经历 今天人也有这异象 但是你我 有我们自己与耶稣的相遇 对吧 也许是他跟你分享的朋友 也许他就在这里 在这礼拜堂里 但是他们遇见了耶稣 不仅有这样的相遇 这会引导你去做出一个决定 你会做出回应 我要不要信耶稣 我要不要悔改 并向他降服 我相信当扫罗遇见了那复活的主 他所知道的有关旧约的一切都汇聚在一起 这是真的 耶稣是真的 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第一 他称他为主 并且他自己做见证 请看他说了什么 他说 主啊 我当做什么 当耶稣向他显现之后 他说 主啊 我当做什么 主对我说 起来 进大马士阁去 在那里要将 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两个问题 主啊 你是谁 我当做什么 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旅程上的问题 如果你遇见过基督 你有没有把他当成你的主 你有没有向他降服 你是否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去服事 他呼召我们去服事他朋友们 你们知道很多人有的神 是一个 异造的神 是他们想追随的一个神 我们需要知道圣经中的这位神是谁 扫罗有他自己的版本的神 你们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忠于他自己的宗教 他觉得他自己在遵循正道 正确的信仰 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 他被打开了 他的眼睛被打开 看见了现实 那就是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继续 使徒行传26章 14节 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西伯来话 向我说 扫罗扫罗 为什么逼迫我 你 用脚踢刺是难的 用脚踢刺是难的 这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觉得扫罗在信仰上转变 像是既是发生的 上帝向他显现 突然之间他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这事件是突然发生的 但他来信耶稣基督的这旅程却不是 耶稣说你为何要用 你为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什么是刺 刺是一种工具 是牧人用来驱使他们的牛群 朝着正确的方向走 用来训练他们的牛群 这东西很尖锐 他们用这东西来刺牛 使牛移动 所以当耶稣在说 你为什么在做这事 用脚踢刺是难的 如果你我去踢个尖锐的东西 谁会受伤 你自己 你在伤害你自己 耶稣在说 你为什么在伤害你自己 你为什么在抵抗 你为什么用脚踢刺 我们不知道那刺到底是什么 但是新约给了我们线索 在扫罗的生命中 有一种刺 我相信 那是他自己的怀疑 你们知道他是如此 忠于他的宗教 他如此忠于他信以为真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真理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不跟随那真实的 我们就会被误导 但是扫罗我相信 即使他如此忠心 他都有疑惑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们知道 当扫罗听到有关耶稣的事 因为他跟耶稣基督 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 有些学者说 他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耶稣 有些学者 他说他有可能见过 因为他们都上会堂 都去圣殿 也许见过耶稣 但是没有见到他复活 然后听到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 然后听到证人们说 他们怎样见到耶稣 从死里复活 你们觉得这是否会在扫罗心中产生一些怀疑呢 我觉得会的 你们知道 上帝也在我们生命中使用怀疑来刺痛我们 有时候我们如此坚信 我们不需要上帝 我们也行的 或者我们如此坚信 不 这不可能是真的 这才是真相 但是上帝使用我们自己的怀疑来刺激我们 在扫罗的生命中 还有什么别的刺呢 我觉得是发生在斯提反身上的事 虽然这没有改变他的心态 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起头 有这种效果 这是斯提反受实行的图画 要记得圣经说 斯提反的面目如同天使放光 这显然不同寻常 这是超自然的 像斯提反这样正在受实行的人说 赦免他们如此平静 说我看到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 难道这不会刺激到一个人心目中 哪怕是最强烈的信念吗 我相信这是一根刺 我相信斯提反的烧命 对于扫罗信仰耶稣基督的旅程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帝也会使用我们自己的道德 良知 我周五跟一个农夫在一起 是一个农夫的女儿 我们在谈论农场的事 上周的讲道信息是什么 分享福音对吧 要成为祝福分享福音 所以这整个礼拜我都在思想这事 我怎样去分享福音 我们怎么 所以当我正和这农夫的女儿谈话时 我在想 我该怎样跟她交流 是她同耶稣产生关联 于是我说 你父亲是一个农夫 她说是的 我说你有没有干过农活 她说没有 但你有没有观察过你父亲 她说是的 我说请告诉我农场的原理是什么 农场的规律是什么 我开始说你种的是什么 然后她接着说 收的就是什么 对吧 我说的对吧 你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用英语来说 你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如果你种的是稻谷 你就预期收稻谷 你种香蕉 就预期收香蕉 那成为了我们谈话的基础 我说你觉得我们今天在种什么呢 我说你们知道吗 我们很多人在种罪 不种罪 我们没有跟随上帝 那自然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相信每个人在他们的良心中 知道这收获的法则 有一条生命的定律 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有后果 而扫罗是个种植的人 因为他是个法利塞人 他记住了圣经的全五件书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很难记得三界经文 我看着今天的经文 说哎呀 这经文挺难的 挺长的 但是这些人 法利塞人他们知道圣经 他们是种植的人 但是扫罗 在扫罗心中 有些东西是他无法隐藏的 就是他里面一些东西 我们怎么知道 可请看罗马书第七章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律法是罪吗 断乎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不可起贪心 是十界中的第七界呢 是最后一界 我觉得其他的贱命 他基本上都活出来了 他没有任何别的神 他不是一个谋杀犯 他谨守安息 他没有撒谎 所有这些事情 他都可以表面上做到 可以活出来 但是他说有一条 他甚至没有意识到 他有这罪 知道他在律法中 他内心知道不可起贪心 请看他怎样说的 然而最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 叫猪般的贪心 在我里头发动 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 所以即使是扫罗 上帝在我们生命中 使用的一种刺 就是良心之道 没有人是完美的 扫罗知道他并不完美 他是怎样面对这现实的呢 那是上帝的恩典 在我们里面做工 我们继续来读第六节 起来这是耶稣跟他讲 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他的手 领他进了大马士阁 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 也不喝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 他的同伴有谁 在使徒行传中 有其他经文 告诉我们 虽然他们听到某些声音 但他们不明白 也告诉我们 他们没有见到什么 但是他们非常好心的 领着扫罗 进入了大马士阁 扫罗在大马士阁 做什么 他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 也不喝 下一节经文 给我们线索 他在祷告 你们知道 当上帝转化你的生命 是他的恩典 是我们得以转化 但是当上帝转化你 他转化的是我们 和他的关系 扫罗开始热气地祷告 这祷告没有记下来 你们觉得 扫罗那三天 在祷告什么 你会为什么祷告呢 如果你整个一生都相信 耶稣是一个祸根 一个麻烦 威胁到你的国家 你想杀了他 突然之间你遇见了他 你一直在迫害他的人 我相信扫罗在祈求饶恕 我相信扫罗在呼喊 阿巴父 他跟上帝的关系已经改变了 你知道当我 你我经历了上帝 对你生命的转化 你跟上帝的关系也会改变 当你遇见了耶稣 耶稣将帕子撕成两半 这样我们就能够 同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 你自然会来到上帝面前说 阿巴父 我读过一篇评论 他如此说 这真是不幸 但是他相信有很多人 淡忘了祷告 你们明白了吗 随着基督徒年龄的增长 他们淡忘了祷告 当我们来信耶稣时 在我们同上帝的关系上 我们的心会产生一个自然的反应 就是向他祷告 但有很多基督徒 当我们变得 我不知道我们发现什么 我自己也经历这个 自我满足非常忙碌 不管那是什么 我们淡忘了祷告 扫罗跟上帝的关系 得到转变 那是私人的亲密的关系 阿巴父祈祷 现在在大马士哥 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意象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主 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 往直街去 在犹大的家里 访问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正祷告 看到他这三天 在做什么了吧 他在祷告 他在意象中 又看见了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起来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重新看见 我想让你想象 你是亚拿尼亚 在使徒行传 第二十二章中说 亚拿尼亚按照律法 是虔诚人 他是个好人 为一切 住在那里 犹太人所称赞 但是亚拿尼亚 已经成为一名基督徒 他已经成为 耶稣的信徒 他相信耶稣 是上帝的儿子 我相信亚拿尼亚 是大马士革的 一位领袖 突然之间 上帝在意象中 对你讲话 他清楚的对你讲话 现在上帝通过 他的话语 对我们讲话 对吧 他通过意象 跟他们讲话 有时候 他可能在意象中 跟你说话 但很清楚的是 亚拿尼亚 知道他必须要做什么 如果你是亚拿尼亚 你会有怎样的感受 对这个任务 你会感到兴奋吗 去找扫罗 我是不愿意去的 实际上 亚拿尼亚告诉我们 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 主啊 这是真的吗 因为我听见 许多人说这人 怎样在耶路上 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 有从祭司掌得到的权柄 捆绑一切 求告你明的人 亚拿尼亚有着正常的恐惧 这就像自杀一样 去找这个被基督徒们视为恐怖分子的家伙 但上帝 是怎样告诉他的 主跟他说 你要去 这是强调语气 非常清楚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弃民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扫罗 有没有为耶稣受苦 当我们在使徒行众中越来越了解他 你们就会看到 如果你想知道他受了多少苦 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你会看到他经历了苦难 但重点是上帝叫亚拿尼亚去找这个人 我对他有特别的呼召 亚拿尼亚做了什么呢 你是否有个亚拿尼亚的感受 你知道上帝要求你做某些事情 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你有借口 你犹豫 我们来从亚拿尼亚学习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 说兄弟扫罗 这称呼很美 亚拿尼亚 我们不知道 他是否有一位最好的朋友 被扫罗所杀害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扫罗疯狂的 想要摧毁教会 在那段时间 他是基督徒们 最害怕的人 而这里有亚拿尼亚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 却顺服了 去到了扫罗那里 扫罗看不见 于是亚拿尼亚 蛮有爱心的按手在他身上 他是怎样称呼他的 兄弟扫罗 那也许是扫罗从基督徒同伴量里 听到的第一句话 真是奇妙 你们看在上帝的设计中 有某些东西 当你我经历了这种转变 不仅是转变我们同上帝的关系 也转变我们同彼此的关系 他说 兄弟保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就是 耶稣打发我来 他叫你能重新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 立刻掉下来 他就重新能看见了 于是起来收了喜 吃过饭就健壮了 扫罗和大马师哥的门徒 同住了一些日子 请看第十九节 亚纳尼亚做了什么 为他祷告 并跟扫罗说明 他生命中的使命和呼召是什么 在扫罗受了圣灵之后 亚纳尼亚做了什么 他给他食物 他照顾他 朋友们 人有精神上的需求 也有身体上的需求 亚纳尼亚照顾了保罗 当你的生命 被上帝所转化 你所经历的 不仅是一位新主人 跟他的新的关系 而是一个新的家庭 所以上帝会转变我们 跟周围人的关系 从而形成这个社群 这些教会 这就为什么我鼓励你们 这些人要参加小组 亚纳尼亚欢迎扫罗 进入了上帝的家 扫罗也乐意进入上帝的家 这应该能够改变 我们彼此这件关系 借由真诚的爱 让我们继续读 第二十节 马上就在各会堂里 宣传耶稣 说他是神的儿子 能够想象吗 这转变是多么的激进 他去大马士革 原本是为了 要对这些信徒 实行恐怖主义 在他遇见耶稣之后 在他以信心 以顺服 以悔改 做出回应之后 他经历了这种新的力量 就是圣灵 一种新的勇气 他有了新的道 新的信息 他的核心信息是什么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 说 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 这名的 不是这人吗 并且他到这里来 特要捆绑他们 带到祭司长那里 朋友们 你们有自己的个人见证 是很棒的 我确认你们肯定有 你是怎样遇见耶稣的 你自己的故事 这很棒的经历 跟使徒保罗的经历 很类似 他曾经是扫罗 你遇见了耶稣 你达到了向他降服的程度 让他成为你的主 但请记住这一点 当你我分享我们的见证时 我们要将重点放在 耶稣基督是谁 那是扫罗之见证的核心信息 即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就是他所自称的那一位 这世界的救主 你们会看到当上帝使我们转变时 他也转变我们同世界的关系 他转变我们所传递的信息 他赐给我们新的信息 新的使命 扫罗越发有能力 波导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扫罗如何证明耶稣是基督呢 除了他自己的见证 就是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之外 他会怎样做 扫罗有什么 他有旧约 而旧约朋友们 指向耶稣 那些预言 那些图像 我所说的图像 就是那些预表 他们谈论各种献祭 对以色列人而言 有赎罪祭 这样他们才能进入上帝的殿 所有这些都指向耶稣基督 扫罗使用他的知识 他受到的训练 去帮助人明白 耶稣是谁 如果你经历上帝 对你生命的喘化 他会使用你的能力 不管你是一位工程师 一位建筑师 一名医生 不管那是什么 只要是上帝 是你擅长做的事 他都会为着他的国度 为着你生命中 这新的使命而放大他 你们看 在来信基督之前 我们就像扫罗一样 我们有自己的使命 不像扫罗一样糟糕 因为扫罗的使命 是要杀人 但我们的使命 是为着我们自己 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度 然后突然之间 你遇见了耶稣基督 不管那是什么 也许你是主日学长大的 你知道那些故事 或者你有朋友 跟你分享福音 这需要时间 据说对有些人而言 他们需要听到福音 七到十次 才能真正明白 但是我告诉你们 当你我明白了福音 明白耶稣基督是谁 他做了什么 我们就会像扫罗一样说 这一切都是奋土 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奋土 为着认识耶稣 这改变你的使命 上帝会使用他所赐予你的 成为他的器皿 这是一个新的使命 新的信息 你我跟这世界的关系 上帝会使其发生转变 如果你经历过他对你生命的转变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在这一点上并不孤单对吧 是什么使得扫罗如此卓有成效 使徒行中的主题经文 是第一章八节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要做我的见证 在耶路撒冷犹太圈的撒玛利亚 直到地基 圣灵有没有使命给你 他肯定有 正如他有使命给保罗 同样他有使命给你 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三节 过了好些日子 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 过了多少日子 我们不知道 这经文里没说很含糊 但如果你看加拉太书 这里面告诉了我们 现在这是保罗了 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中 扫罗成了保罗 真是富有戏剧性 他的生命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以至他们改了他的名 但请看他如何描述他所经历的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福音不是人造的 保罗说 他说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是耶稣将这福音写明给他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我又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然而 那把我从母父里分别出来 你们看到上帝无上的恩典了吗 那把我从母父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赵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当保罗从耶稣内接受了使命 他没有马上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他做了什么呢 也没有上耶路撒朗去见那些 比我先做使徒的 唯独往哪里去呢 阿拉伯 不是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离大马士革非常近 后又回到大马士革 过了三年 才上耶路撒朗去见基法 就是彼得 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所以那许多天是多少年呢 三年 过了好些日子 犹太人商议 要杀扫罗 这是不是很奇妙 扫罗用了不少时间 去认识他新的主人 我想知道 我觉得我们许多人 不会花三年时间 去认识上帝 我每天能花十五分钟吗 你能每天花三十分钟时间 去继续不断的认识 你的主人是谁吗 我相信扫罗之所以 卓有成效的原因是 他跟上帝 间接亲密的关系 如果你我不花时间 去认识圣经中的上帝 我们会面临同样的危险 就是造出我们自己版本的上帝 一定要认识圣经中的上帝 要花时间 与他在一起 他是活的 耶稣已经复活 正是这一点 将保罗世界翻转过来 耶稣真的活着 他跟你讲话 他跟我讲话 通过他的话语 我们愿不愿意听 愿不愿意花时间 你跟上帝的关系 有没有经过转化 你有没有经历 他对你生命的转化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 想与门徒结交 他们却都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那已经是三年后 但他们仍然知道 扫罗做过什么 他曾经怎样逼迫过教会 不信他是门徒 他们在说 这家伙想要蒙骗我们呢 但是我为这个男人 而赞美上帝 他叫什么名字 巴拿巴 他的名字是什么含义 劝慰子 他做了什么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领他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 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士革 怎么奉耶稣的名 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 巴拿巴为扫罗 做了什么事情 他做了我们应该 为彼此做的事 我们应该像亚拿尼亚 我们应该像巴拿巴 欢迎进入上帝的家 就是你们这些 来信他的人 我们应该成为一个鼓励者 你可以做这事 你们知道坦诚的讲 之所以鼓励你们 参加小组 是因为这是一间 很大的教会 如果你们彼此之间 没有联系 就很难去鼓励 但上帝设计了我们 跟他的关系 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始终是他的设计 你们在早期教会中 看到这一点 他欢迎了他 你是否愿意 尽你的本分 跟其他人联系呢 巴拿巴欢迎他 进入了上帝的教会 第二十九节 他奉主的名放胆传道 并说希腊的话 有点讲论辩驳 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弟兄们知道了 就送他下凯撒利亚 这些海港城市 打发他往大树去 当你被上帝所转化 你也会发展出新的敌人 你确实会的 我的意思是 扫罗最亲近的朋友 现在成了他的敌人 对于你们这些 不是在基督徒家庭中 长大的人 当你来信了耶稣基督 你可能已经 受了一些敌人 在跟你有亲近关系的人当中 你不要担心 你并不孤单 自从耶稣出现以来 就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耶稣是真的 他是活着的 他转变人的生命 面对这些敌人时 你并不孤单 你有弟兄姊妹 他们关照扫罗 对吧 他的耶路撒冷 有多久 加拉太书告诉我们 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 就是彼得和他同住了多少天 15天 时间不长 至于别的使徒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 我都没有看见 我们总结一下 《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 那时犹太 加利利 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 都得什么 平安 你们觉得他们为什么会享受平安 好 扫罗不再逼迫他们了 这是一个理由 第二 他已经离开了 所以那些对他感到生气的人 不再追赶他了 他坐船回了大树 他接下来做的事 我们在《使徒行传》后续章节中会看到 他做的事很了不起 教会被建立起来 不仅如此 他们凡事敬畏主 我们今天是否在内心里面敬畏主 我祈祷上帝的教会会继续敬畏主 我们会明白上帝是谁 他配得敬拜 配得敬畏 并且蒙圣灵的安慰 我们今天有圣灵吗 我们有 教会人数就增多了 为什么扫罗对于福音如此勇敢 这是他说的 罗马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今天的信息是什么 你有没有经历上帝对你生命的转化 你可能会说 我如何去经历上帝对我生命的转化 好 你得明白 这是他的恩典 对吧 这始于个人亲自遇见基督 也许就在今天你会经历上帝对你生命的转化 如果上帝能够转化扫罗 他就可以转化任何人 阿们 这会催生信心 你已经听说耶稣是真的 耶稣是活的 什么是福音 基督按照圣经所记 为我们的罪死了 又埋葬了 第三日 他又按照圣经所记复活了 那就是福音 耶稣为你的罪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这会催生一个反应 你会信吗 你会悔改吗 你会向主降服你的生命吗 扫罗这样做了 世界就因此改变 上帝想要通过你改变你的社区 改变你的世界 并且这会使你的生命绽放出爱 服侍与牺牲的花朵 这全是自然发生的 变得像耶稣 当你是他的孩子 当你跟他有关系 你有没有在成长 我们有没有在这些方面成长 我最后给你们提个问题 你是否正在经历上帝对你生命的转变 因为有时候你说 是的 我十年前成为一个基督徒是经历过 我们应该每天都经历 上帝应该每天都继续不断转化我们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何 我们跟周围人的关系如何 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们是否有新的使命 新的信息 我们是否仍然为自己而活 最后我想说 对于你们这些从来没有将这个生命交代给耶稣基督的人 我在读这本书叫做基督的十字架 是约翰十哥的写的 他这样说 罪的十字是人将自己取代上帝 这就是罪的本质 我们使自己成为上帝 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活 不留意上帝想要我们做什么 而救恩的本质是上帝将自己取代人 圣经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我们本应为自己的罪而付上代价 但是上帝自己替我们付了这代价 人悍然抵挡上帝 将自己放在唯有上帝配的地位上 上帝为人牺牲自己 将自己放在唯有人配的的地方 哈利路亚 我们有一位上帝将他自己的儿子赐给了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将自己赐给了我们 去承受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刑法 从而有了生命转化的开始 当你将你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 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为了你的话而非常感谢你 虽然你行走在这世上的日子已经过去两千年了 但你的话语仍然鲜活 当我们读你的话语并看到你 使扫罗的生命发生何等奇妙的变化 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 承认若没有你的恩典 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会在这里 所以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你主啊 感谢你就好像来自天堂的猎人一样追寻着我们 父啊如果在这会堂里若有任何人 还没有将一切交托给你 我想要特特的为他们祷告 也许你在踢你自己的刺 你知道上帝在激动你的良心 他正在想要引起你的注意 也许今天你第一次明白了耶稣 真的是弥赛亚 是这世界的救主 若不通过耶稣基督 则没有别的途径能够同上帝建立关系 如果你是那个人 我想要你有扫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那样经历 就是你在内心里面向上帝屈膝 你告诉他 主啊我向你降服 使你成为我生命的主 请告诉我你想要我做什么 如果这是你内心的愿望 我现在想让你跟我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承认我在自己的生命中取代了你的位置 我犯罪得罪了你 今天上午我在你面前谦卑自己 我为自己的罪悔改 我信你耶稣 你就是你所自称的那一位 你是弥赛亚 这世界的救主 上帝的儿子 为我的罪代替我 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我请你进入我的心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主人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我请你成为我的主 我将一切都交托给你 耶稣求你使我成为你想要我成命的那种人 我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 也感谢你白白的赐给我永生作为礼物 主啊我为其余的人祈求 他们已经和正在被你所转化 求你帮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长进 成为你呼召我们去成为的男人和女人 在这世界中形成影响 就是你呼召我们去做的 成为你的见证人 在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 犹太圈 你和撒玛利亚 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始 从我们与你交通 我们彼此相交的方式 就我们同的世界交本的方式开始 谢谢你耶稣 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 圣灵 使我们能够为了你的荣耀和尊贯 做这一切 我们祈祷奉耶稣之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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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